一人胡瓜跟丁柔安交往了14年 终于修成正果了 他们两位呢在上个月28号 在信义区护证事务所登记 在家人的见证之下 终于完成了终身大事 丁柔安还感动到喜极而泣 两个人预定在明年宴客 而43岁的丁柔安表示 虽然没有做人的压力 但是因为他很喜欢小孩子 会再为胡瓜再评评看 14岁的胡瓜和43岁的丁柔安 爱情长跑14年终于修成正果 两个人在上个月28号 在台北信义区护证事务所登记 完成了终身大事 丁柔安姐还好吗 没有什么改变 意思是 没有什么改变 去世胡瓜两年前就在妈妈 和女方家人见证下 向丁柔安下跪求婚并送上戒指 当时两个人就有结婚计划 但后来因为忙于工作 一直往后延 今年过年前胡瓜遭逢妈妈病逝 丁柔安始终陪在旁边 告别是当天却因为名分问题 无法被列入家属席 让胡瓜觉得好愧疚 才决定赶快定下来 终于在上个月28号 胡瓜带着丁柔安到了护证事务所 两个人穿着轻便 在家属见证下完成了登记手续 丁柔安还一度感动到喜极而泣 其实两个人近来常一起现身公开场合 丁柔安除了帮胡瓜打点经济事务外 与胡瓜的儿女相处也相当融洽 两个人感情早就跟老夫老妻没两样 丁柔安时候表示 婚宴也许明年再办 蜜月则是要看工作状况 虽然已经43岁 但喜欢小孩子的她说 会为胡瓜在拼看看